二軍士兵填充沉重彈藏身在森林中的迫擊砲連 持續朝乌軍發動砲擊 伴隨巨大的爆炸聲響 現場塵土飛揚 在另一段畫面中 烏克蘭無人機精準鎖定二軍迫擊砲 迅速擊毀目標 二軍2S4預金箱自走迫擊砲 是全球口徑最大的迫擊砲車 二國國防部宣稱 這是超強大的作戰武器 不過近期屢屢遭重創 甚至被烏軍以數百美元成本的神風特攻式無人機炸毀 另一方面 烏軍第63旅在壕溝被包圍 索性無人機快速反應 轟炸周圍二軍部隊 協助烏克蘭士兵脫困 位在羅斯托夫州的米勒洛沃機場 是二軍最靠近烏克蘭邊境的空軍基地 今日凌晨時燃起熊熊烈火 烏克蘭再一次運用無人機戰術 展現優異的遠距打擊能力 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指揮官指出 目前烏克蘭有超過165種不同的無人機正在測試 且陸續投入實戰 而無人機數量可能已經超過俄羅斯軍隊 烏爾戰士持續延燒 烏克蘭無人機戰術多次扭轉前線戰況 目前傳出烏國境內有部分新創企業 正在協助開發操作龐大無人機隊的AI系統 包含視覺系統協助 讓無人機彼此連成龐大機群 一間新創企業執行長提到 透過人力無法管理超過5家以上的無人機群 但是導入REI技術將可以使數百架無人機同步執行任務 這項技術一旦成功 將使烏爾戰爭進入全新領域 記得顧名正連報導